Hello 大家好 我是詩詩 听说最近在昆明可以偶遇泰聚男神 还可以品尝到正宗的泰国美食 更有免费的榴莲可以试吃哦 今天就和我一起在同德昆明广场 逛一逛昆明泰国节吧 昆明泰国节的市集上 有着众多的泰国特色美食 就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吧 谢谢 咱们这个榴莲是树熟的榴莲 明显的就看得出来 我们这个果吧还是很新鲜 一般是三到四点 就从泰国树上就能到我们这里来销售了 这么新鲜的榴莲 你们是通过怎么样运输过来的呢 目前我们到我们云南市场 有两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我们前期是用了空运 到后面我们就用了中高铁路 中高铁路从外向直接到贵民 这样叫什么名字呀 我是韩世芹 来自泰国的 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现在正在炒的这一个炒菜吗 我们今天做的给大家品尝 就炒螺螺略盖饭 做法是超级简单 不用厨艺 就可以做出来那个泰国的正宗口味 那你们运输这些调料是从泰国运过来的吗 是的 原则有用昆曼公路 还有那个海运都有 中高铁路已经要开通 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个饭货拿进来 我觉得是泰国最受欢迎的盖饭 真的很好吃哦 你们一定要尝一尝 泰国节成为了昆明人了解泰国的窗口 而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 让昆明人能品尝到更加新鲜的泰国美食 感受泰国的更多面 如今昆明泰国节让中泰一家亲 共享美好生活 来到昆明泰国节 一定要体验泰国的传统文化 泰国蓝纳特色剪纸 泰北手绘职产DIY 简单的泰国传统手作 为你带来好运 她是天生的主角 喜欢看太子的朋友一定演熟这张面孔 流传着一句话 流血的女主 铁打的庞 成熟男人的魅力无法阻担 她是天生 Boom 新民听 der专家 也能会社产 感谢观看